重提恩尼,詹姆願道歉令他釋懷 今早車屬回過電台節目播了宇宙具詹姆的訪問 近年他最受注目的當然是我是歌手的表現 畢竟是拿到總決賽亞軍 他說他推了很多商演,放了很多心機在這個節目 所以壓力一定有,訓練到自己的抗壓性 又說張子儀並沒有因為汪峰為他出生日歌而喝醋 反而都有鼓勵他 不過就不是每個前輩都這麼看好他 兼具費恩尼就串過小具費,詹姆沒禮貌 Jam 會忘記吧 他就說看到新聞那一刻很惡言 他說見到恩尼那一天,很著弱的證據費 但見到很多人排隊跟恩尼拍照 又覺得對方完全不認識他,才沒有他打招呼 又說小學時媽媽已經經常播恩尼的歌給他聽 所以恩尼在他心目中是神級 其實他都有試過補救 在微博出帖又說趁頒獎禮當面解釋 不過完全撞不到恩尼,所以沒有機會 Jam 還說如果說對不起可以令恩尼姐姐識位的話 他就願意道歉 還希望有機會面對面解釋回事 狠道歉是好的,不過都過了差不多三年了 會不會遲了一點點